先议员林月贤杨红敏表示 依然气候多雨 每到秋冬季节总是夏起绵绵细雨 有时甚至一下就是一两个月 但是县内却没有一座室内的运动场馆 每每举办大型活动都只能靠运气 因此在今天县长施政总质询时 鉴请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 在宜蘭运动公园田径厂原址 新建一座容纳五千到一万人的小巨蛋 依然常常都会落后 一年里面差不多有八家委的机构都会落后 而且也没有一个室内的大型的运动竞技场 甚至一个大型的长远馆 所以我是希望是不是可以请县长 向中央争取一座小巨蛋 可以容纳五千至七千人就够了 在我们依然县体育场的原址来新建 让我们依然县的所有的县民 有一个下雨天运动的一个好场所 而且可以增加说我们在宜蘭县去争取 这个国外的这些表演团体 甚至于大型的演唱会 为我们宜蘭县来增加一些经济的效益 县民也很多希望说我们这里 有自己的一个演艺厅 大型的演艺厅的小巨蛋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县长可以说跟中央来争取 看能不能说在我们宜蘭这边来设置一个小巨蛋 大概就是五千到一万人的这个范围 然后我相信说应该营运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边离台北也是很近 而且也可以顺便来我们造成一些观光的效益 对此县长林之庙指出 今年三月告五人回乡举办演唱会 第二天碰上下雨 虽然交不习观众的热情 但是还是让观众相当不方便 显示县内非常需要一座室内的场馆 感谢议员的建言 县政府会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寻找县内适当的地点来新建小巨蛋 我们可以说来努力 来政策 也要向中央来珍惜 然后对于这个小巨蛋 我以为我们的领寡也是有需要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不会努力的 宜蘭新闻记者 賴福欣采访报导 爹 到明明等会 呢 我们下证明 就在古典 整体 去 进宗 法 公 你 你